大家好 感谢您观看韩媒频道 我是韩媒 我是加拿大的韩媒 王志安呢 昨天不负众望 又放出来了三个采访某某的小视频 今天呢 我就对这三个小视频 一一进行分析 首先呢 是关于第一段 第一段是关于那个媒体和图垒 就是周立波 他以前的那个律师 发布的那个公开信 关于这件事情的 下面请听 我给大家插入他这一段视频 当时觉得很气强 现在觉得就是 就这么回事 那你是什么时候想明白的 我在上海去了以后就知道 周先生的 中国的律师 周磊先生 就对外发表了一个声明 说都不是周磊先生的 因为车上还有其他人 这个他就直接把毛泽指向我了 康总对这个声明是特别特别的在意 因为他出来以后 康总就认为 这个突然发的这个声明 其实是有意的想把这个 枪和毒栽赃到他身上 这个事情 我的主观判断 就是那妇女做的事情 那妇女做的局 你是说就是这个 就是胡杰让这个 律师干的 这个时间段 他们保释出的时间段 包括他律师说的这些话 我觉得都是用妇女干的事情 你的意思就是唐爽的 就是那个判断是对的 对 唐爽认为 就是他之所以跟周磊 没有同事出来 其实是这个 有意的 安排的 就是有意的 为什么 你觉得 因为这个 他首先 他是轻罪法庭 他没有到重罪法庭 这很简单的东西 你得刷个卡 或者给他支票 就是单不能给现金的 那个妇女不可能 卡上只能刷出4千吧 那为什么非要 把他 偷偷拉回来以后 然后再去呢 他是当时很大量的人 吃中饭吧 对 你不会吃个晚上 把人放到监狱去 再去监狱拉人吧 好 当时又从你回到监狱的时候 这一个呀 我们得说一说 就这个某某啊 对这个法庭的程序 显然他是不了解 他不了解 什么轻罪法庭 重罪法庭 跟那没关系 这个保释 跟那个一点关系都没有 保释 他就管保释 甚至他都不是一个法官 他都不是一个法官 就专门审理这个保释的 你保释 当天他审理保释 一个一个一个 他就一下子能审理很多 能审理很多 然后这 像这个 据胡杰说 他是同时去办理这个交费的 那他这个情绪是什么呢 他之前呀 莫虎不知道是多少钱 就让他带了四万的现金 我相信这个是真的 他带了四万的现金就去法庭 因为他不知道多少钱 那那个 听证会之后呢 就这保释听证之后呢 就决定了 这个周立波呢 是五千 唐爽是四千 那只有你决定了这个数额之后呢 才能去交钱 那根据胡杰说的那个呢 应该是他们两个 这个决定都出了之后 胡杰就去交钱 胡杰是说同时交了钱了 这个呢 我们暂时先打一个问号 其实我们不知道 他到底是不是同时交了钱 其实这件事呢 要核实他是不是同时交了钱 他可以拿出来 当时在法庭上交费的那个收据 在北美啊 你去交钱的时候呢 他都会给你一个收据 那个收据上是会有这个日期 连分连秒都有 有的时候 然后呢 收据上还会有号 如果他去交钱 他就应该交一个周立波 哎 我还要交一个唐爽 对不对 这时候就不可能说 那个你交完周立波你撤了 然后后面才进来一些人 如果是同时交是这么个意思 对不对 他就会交完周立波再交唐爽 那这两个收据的号 应该是挨着的 然后时间上呢 也是不会差个几分几秒的 应该是这样的 如果他是同时交的话 如果他之间差着一些个 说差 你哪怕是差着半个小时 他都不是同时交的 这个就说不过去 再又是这个 这个某某啊 他不了解 他说呢 法庭是收支票 收信用卡 不收现金 这个 这个是不对的 这个是不对的 法庭一定不收那个支票 不收支票 有的时候呢 收信用卡 有的时候不收信用卡 看哪个法庭了 为什么说不收 支票是首先不收的 为什么呢 因为支票很容易顶票的 现金支票除外啊 那个money order啊什么的 那些现金支票除外 现金支票的意思是说呢 这张支票呢 已经对应了一笔现金了 然后一定是拿得出钱的 但是一般的支票 是 是不那个的 没有保障的 你收到一个支票以后呢 然后你去 过后 他有可能 他那个账上有钱 有可能没钱 就算是他写支票的时候有钱 然后他过后呢 他也可以把这张支票 可以把里面的钱取走 让他成为一个空头支票 然后也可以呢 把这张支票就取消了 骗子就是这么做的 为什么说 有的时候呢 人们会上当 收到骗子一张支票 过后呢 就上当了 骗子就是利用这个支票的 这个时间差 所以说法庭是不会收支票的 不会收支票 然后信用卡呢 有时候也不收 因为信用卡有的时候呢 也会产生那个disput 有的时候呢 会产生disput 所以有的呢 也不收 但是现金支票 是一定收到 然后呢 就是那种debit card debit card呢 在中国我不知道叫 叫银行卡吧 银行卡是可以收到 银行卡是可以收到 一般来说 他们第一接受的 就是这个银行卡 因为银行卡 它就对应你的银行账号 如果当时确认里面有钱 他就 那个钱就 马上就 马上就花过来了 它是这样 那个银行卡有保障 你的意思是说 已经走路下的程序 重新回来的 因为出来以后 周立波是对了 大众媒体说话的 但是 唐总没这个机会了 因为当时唐总还在里面 对对对对 当时觉得很奇怪 现在觉得就是 就怎么回事 那你是什么时候 想明白这个事情的 我在上海去了以后 就知道 那你知道的情况是 当时我有来说 过来胡杰 就说 这个律师其实是 他的个人行为 跟他们之间 当时也没联系 就可能 你觉得不可能 他没有联系 就在他写那个 委托书的那个 时间段 对 我只跟你说到这里 我去了上海 我了解了一些 这个真相 就是报纸怎么出来的 这个图类 是什么 是什么一个角色 我是知道的 我展进去 告诉你 就事情真相就是这样 一开始就开始 不了 这个事呢 就是这个某某啊 他去了上海 他去上海 还去调查了 关于这个 图磊 这个事 那个胡杰说呢 他跟那个图磊 没有联系 然后这个某某的 调查结果呢 他们之间有联系 然后这件 那个图磊呢 就是受了他的指使 来发了那个声明 我个人是怎么 怎么分析呢 我个人觉得是这样的 本来呢 之前 我就觉得呢 作为周立波他们家 他们是 不会让 那个 去通知媒体 也不会去通知图磊 对不对 为什么 他们不想张扬这件事情 但是呢 这个胡杰呀 在第二次 接受柜圈采访的时候 他又说了 透露了更多的信息 他就说 在周立波他们 还没有被保释出来的时候 应该是在 19号晚上的时候 就19号当天啊 陆陆续续的 然后就有媒体报道了 到了晚上的时候呢 这个媒体就铺天盖地了 胡杰自己说的 他说这个媒体就铺天盖地了 然后他自己的电话 都被打炸了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来分析一下 在这种情况下 他有没有动机 来通知图磊 让图磊来发一个 那样的声明 来这个导向 来这个舆论 来控制这个舆论导向 有没有这可能 完全有这可能 他完全有这个动机 如果之前说 像周立波说 这个呢 也说明周立波说了讲话 周立波呢 在那个接受访问的时候呢 周立波就说这个墨虎啊 说到那个19号的早晨 他联系了墨虎以后呢 说是上午没来 下午没来 晚上都没来 第二天才来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那些个报社下班了 已经截止 这个发稿的时间已经截止了 他一定要等到第二天 这是周立波说的 大家还记得吗 这是周立波说的 那胡杰现在又说了 对吧 那那个在19号当天 媒体已经都铺天盖地了 这是胡杰说的 我不记得当时是什么情况啊 我不记得当时是什么情况 但是这是胡杰说的 对不对 这个周立波说的 就拧了 就矛盾了 对吧 他完全有可能 来通知这个图雷 做一个 这个舆论导向性的 一个声明 是有可能的 某某呢 他说他去上海去调查 确认了这件事情 已经确认了 然后呢 我顺便就想说一说 这个莫虎 他去说 周立波指控这个莫虎啊 是通知这个媒体 他等了一天 他就是为了通知所有的媒体 第二天都到外面 都到外面等着他 对吧 当时周立波出来的时候 莫虎就跟着说 外面有很多媒体 然后呢 周立波说 怎么会有很多媒体 对吧 他就相信 这都是莫虎叫来的 但是我觉得莫虎呢 说 做一个律师 你想曝光 想让更多的人知道你 这种可能性有没有 有 有的 但是 这个莫虎 用不着这么着急啊 他用得着这么着急吗 因为周立 他深深的知道 周立波这件事情呢 并不是保释完了就完了 不是的 他的路还长着呢 还长着呢 这刚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莫虎招能及啊 对不对 把周立波保释出来 应该在 莫虎的这个 schedule里面 是一个 town priority 说他有没有可能 给媒体 透露了消息 我觉得 这种可能性 也是有的 他有家里人呢 对不对 他 他有老婆呀 他用不着 满事业去安排 他有老婆呀 据说他那个妹妹 还是一个 那个世界日报的 一个资深记者 还是什么的 对吧 他就让他老婆去办 那些事都可以啊 再说了 他不让他老婆去办 他老婆也有可能去办 有可能去办 就是说 周立波对 莫虎的指控说 他就给他拖延 拖延到 所有的记者 都ready了 然后才来保释他 我觉得这个 完全是 无厘头的 这个完全是 一个无端的指责 不可能 我不信 莫虎会这样 他也没有必要这样 好 我们再继续听这个某某 开始就开始步了 所以这个妇女 做的事情很拙 掩盖不住的 因为唐长实际上 我觉得跟他们家 关系还挺好的 一起落难了 其实唐长跟这件事情 也没有太大关系 枪也不是他的 毒也不是他的 仅仅是因为 跟他在一辆车上 结果就被警察抓进去了 他的人是一个科学家 也一起 这个在监狱里 这是他们家一个 弃居宝塞 他想的就是 人攻人退 他都想到了 都想得很远 那你当时给朱蒂波 写那封信 我看后面有很长一点是 你说提到唐爽 对 说就是因为这个吗 对 我说不可以这样做 对 这个事情对唐爽 实在有亏议 是吧 对 这其实是不应该的吗 对 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这个意思 那你觉得你当时 写这种信 他读懂了 读懂了你的意思 你写这种信 他们知不知道 你其实已经知道了这个秘密 应该知道 不是我吗 他们觉得你知道了这个秘密 对 我看破了 所以我看破了这件事情 我看破了 这个人去乱 我看破了 你看破了以后 你觉得他们给你流露过什么信息吗 没有 没有 大家呢 我相信也看了这段视频了 对吧 刚才这段里面 他就说呢 这个某某就说 他去了解了真相以后呢 他就知道了这件事 他在5月5号的时候呢 给周立波夫妇发了一封信 我不知道这封信呢 这个视频里面 演示了这封信的部分内容 对吧 但是我不知道这封信呢 是一个什么形式发的 我也不知道 他演示 给这个王志安演示 是演示了什么 如果他是一个 附件的形式发的 然后把这个文件 给王志安看的话 这个不是很说明问题 如果说他是以微信留言 他是5月5号那天的留言 而下面呢 又没有周立波 周立波对这件事情呢 又不回复 我觉得这个就会比较说明问题 比较说明问题 这个微信呢 截图很容易造假 但是你要面对面的 给你看这个微信的聊天记录 那个应该是造不了假的 如果他给王志安看的 如果他给王志安看的就是微信的那个聊天记录 我觉得这个 这个就很可信 我也觉得 我也觉得呢 很有可能 他就是 这件事情 5月5号呢 这个某某某跟胡杰跟周立波他们交流了 然后他们没有回复 我也觉得这件事情呢 很有可能 胡杰当时耍这么一个心眼 其实啊 这个心眼耍的吧 不是特别聪明 暴露了他们不了解这个西方社会 他们不了解西方社会 那他当时呢 这么做 他只能欺骗这些媒体和公众 他并不能欺骗法庭 决定他们命运的毕竟是法庭 而不是公众 当然现在看来呢 这个法庭已经判断 没有判他有罪 公众的看法就很重要 对吧 但是在当时 其实他应该看不到这一点 也没准 他是一个很老蒙深算的女人 按照某某说的 对吧 他走一步看好多步 看得很远 也没准 反正总之呢 他当时胡杰我 我认为他是耍了这些心眼的 那个土磊呢 土磊呢 我90%的可能性能 我呢90%能肯定 那个土磊是他安排的 是胡杰安排的 至于说呢 就是这个唐爽和周立波 前后脚出来这件事情 会不会是他安排的 这个有可能 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证据 我们现在没有证据 这个啊 这个谁 胡杰啊 他是不承认的 现在某某呢 是指控他是有这可能 某某也是分析 他是分析 他是认为有这可能 那那个唐爽呢 其实也是一个分析判断 也是一个分析判断 现在呢 我觉得对这件事情 比较知情的 是莫虎 是莫虎 因为当时他们就是 开完那个听证会以后呢 就是保释听证会以后呢 去交钱 应该是莫虎 和唐爽的律师 和胡杰 他们一块去办理的 莫虎 应该知道这个内情 那呢 我们就期待着 王志安 采访莫虎 这个视频里面 给我们提供 关于这个的线索 我希望王志安 有问到这个问题 能够把这个问题问清楚了 因为在这件事情上 莫虎的这个证据 是第一手的 第一手的 某某和唐爽都是判断 好 关于他这个第一段呢 我们现在就看完了 我也进行了一些 分段的分析 我后面呢 还会分析他的第二段 第三段 因为这个视频 这个篇幅的原因呢 我就请您看 我的第二段 第三段的视频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